半席会在14号登场 那么今天拜登从事人跟大陆国家主义习近平会清楚 双方所画下的红线不会有误判的问题 前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退役的上将坚表示 台湾绝对是重要议题 拜登必须表明立场没有模糊的空间 拜登上任20个月曾经跟习近平九册通话 这是两个人首次的面对面会谈 而前美国陆军副参谋长坚认为 台湾是议题重要的议题 他说拜登必须要当着习近平的面 没有模糊空间要讲清楚 同时认为大陆的侵略行为 包含在南海所作所为 导致美国目前的状况 认为都是要把立场给说出 民主党出乎意料的拿下参议院 拜登除了表示开心 他也坦诚这一天让他 让明天他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话之中 他可以处于更有力量的地位 那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拜习会上 这将是中美两国的领袖 首次以援手的身份是面对面的会谈 那么白宫就表示了 两个人会谈一系列的议题 会包括了全球中俄台海北韩等问题 那前美国参军谋长基恩 他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认定了 两人的谈话重点绝对会是台湾问题 其实他这么笃定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他在8月初的时候访台之后 其实两国可以说是三国 就是中美台的关系就急速地冷冻了 当时还引发北京围台军演 那么两国元首这一次见面 也有来自外界的各种不同声音 基恩他认为美国总统拜登 他应该要先表明他的立场 不要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他认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在二十大上 他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这意味着习近平他之后 对内他会有更高的统治 对外他会有更多的侵略 而习近平他日前其实也不断地表明 有必要的话 他会使用武力来拿下台湾 因此拜登他必须要表明立场 当着习近平的面 没有模糊空间的说清楚 如果北京动用武力的话 那就是在逼美国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也就是以武力保卫台湾 那么基恩认为表明立场就是最重要的 而美国参议员 非范霍伦 他今天也表示了 他表示同样的看法 他说他跟基恩同样 他们都认为 习近平因为他延续了第三任的任期 其实也代表着 第四任或者是第五任 或是更多之后 都是有可能连任的 长期观察习近平的作风 范霍伦他认为 习近平他并不在意民主 还有自由意志 所以就算拜登他会在特定的领域 和北京合作 但是他认为台湾问题上 拜登一定会和以往一样 坚定的捍卫台湾 那么两大国对台湾的态度 其实都是蛮明确的 但是熟悉中美台关系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他是再度示警了 他强调中美现在很有可能 会以最坏的角度来解读彼此 双方之间的不信任 很有可能会以螺旋式的升级 两大国之间闹不合 带来的后果不单单会 只有双方造成的影响 还会影响东南亚还有世界 那么这其实已经不是李显龙 他第一次对中美关系感到担忧了 他几乎其实每个月 他都担心一次 尤其他8月的时候 就一连提了两次中美关系 他在8月9号的时候 他说中美关系现在恶化 而且是以风暴式的在成行 那么其实呢就在8月 8月佩洛西他访台之后 李显龙他在9号的时候就说了这个话 那接着他在21号 他也呼吁了新加坡人应该要限时一点 因为地区出现了一些问题 应该要先做准备 那10月19号的时候 他也再一次的警告 直言佩洛西访台呢 两国紧张关系又更紧张了 所以会导致世界的不稳定 那林显龙呢 他很明显是担心两国的状况 但是呢当事人拜登又是怎么想的 拜登他今天表示 他和习近平了解彼此 所以只要再清楚 各自的红线在哪里 了解对方的立场 才是双方关系最重要的事情 一起来听他的说法 我认识 Xi Jinping 我认识他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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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很少的失识 我们只要知道 我们只要知道 哪些线线是 和什么最重要的事 都在我们之间 进入了两个年轮 他在家里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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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会有 我认识我们会有 我认识 我一直都有 正确的谈论 没有任何谈论 每个人的状况 我认识这种关系 我们的关系很重要的 美国其中选举的最新情况 位于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 民主党议员马托斯 他击败共和党的对手 胜选连任 美国民主党也因此保住 参议院的100席中的50席 确保美国总统拜登 在未来的两年任期内 并不会跛脚 能够继续维持参议院的控制权 那么其实原本在选前呢 各家媒体都在分析 共和党这一次呢 会掀起一个红色浪潮 但是没想到 民主党出乎意料的敌党 来自共和党的威胁 其实拜登呢 目前两年的任期中 并不是走得很顺遂 因为他面临美国通膨飙升40年的新高 油价飙涨等能源问题 因此民主党这一次的表现 也让BBC形容呢 是执政党20年来最佳的 其中一次选举表现 那么作为民主党的领袖呢 拜登表示 尽管自己一直都认为 他别人都认为呢 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 乐观主义者 但是呢 他对结果其实并不意外 而且呢 他非常的高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恭喜你 他有一个大部分 他又有一个大部分 我们现在重点 在 Georgia 我们感觉好 在那里我们 我们身边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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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到 从开始 我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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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财战 他们都在同一系列 以及 他们都在同一系列 他没有做到 他们都在 在一起 我认识到 我感觉好 我期待到 结果目前 众议院谁当家 还不能确定 但是呢 民主党拿下参议院的 控制权 也让民主党籍的 参议员 舒默 他向共和党喊话 他说呢 双方的意见可以不同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千万不要 因为对方 彼此的意见不同 所以带有敌意 两党应该要 试着团结一心 強AT 美国人敌人 但要求 aha! 你是否负� Мromeo � lava, open湖水上 反正, schemes 十分重量 不符合 那些关键 必要 判断 我们将来自动访者 让我回家来说 我离开一件事的民族 我们可以调略 很多问题 那是正义 但我们不能有这个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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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有这个 性格 性格 性格的性格 和甚至性格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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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人 森药和其他人 我们不能够一起 性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